2020年,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人路易斯·格利克 受奖词称,他精准的诗意语言所营造的朴素之美 让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在此之前,他还获得过国家人文奖章 普利斯诗歌奖、美国国家图书奖、美国桂冠诗人等等荣誉 年少时,格利克在父母讲授希腊神话及圣女贞德等经典故事的心涛下 开始走上诗歌创众道路 却在十几岁患上神经性厌食症 随后七年,他不断接受治疗 后来,他认为这段时光不仅帮他战胜病母 还学会了如何思考 也许是这段经历的原因 格利克的诗集关注创伤、关注欲望、关注自然 我特别喜欢他的这句话 不是去宣誓已知的东西 而是去照亮被隐藏的东西 那通往被隐藏世界的小镜并没有被意志标示出来 诗歌无关疗愈,而是关于成像 我们无法讲述的故事成为我们 我们只在童年看见过世界 如今却都是回忆 也许不需要诗歌的年代 我们更需要诗歌 这里是他故事,喜欢就点个赞吧